根据日媒报道,日本现在正考虑放宽旅游管制,预计会放宽泰国、越南、澳洲、纽西兰等四国国民的入境限制。原因是因为这四国目前情况已经虚幻。目前台湾未被列入。根据日本独卖新闻报道,之前日本因应COVID-19而管制世界111国国民入境日本本土。 里面包括台湾、美国、韩国等国。而现在日本当局考虑松绑入境管制。泰国、越南、澳洲、纽西兰四国列入第一波的松绑名单内。 据报道,日本实施入境管制措施期限到6月底为止。由于上述四国的情况控制稳定,日本国内企业人士盼能尽快重启双方人员往来的声浪线高。 日本最快会于6月和这些国家讨论人员往来的议题。而如果要松绑入境管制的话,可能要等到7、8月之后了。 日方考量松绑入境管制措施。日前的边境管制措施仍持续实施。会考虑分三阶段松绑。首先是商务专门知识人才。 其次是留学生。最后才是观光课。所以想去日本的民众还是的等等了。延伸阅读。来源网络资料。 感谢观看。 感谢观看